在叙利亚政府军主力发起德拉战役的同时,位于叙利亚东部的叙利亚民主军也没有闲着,在美国和法国的帮助下,正在对付其控制区内的伊斯兰国武装。 续境内伊斯兰国武装,虽然大势已去,但在垂死挣扎中发挥出了强大战斗力,为了拓展生存空间,不管是叙利亚政府军,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,甚至同被列入恐怖组织的努斯拉阵线,都遭到其攻击。 最近,叙利亚民主军,在旭东北部哈塞克省的东南地区,发起了第三轮攻势,在美军和法军提供空中支援的情况下,夺战多个此前被伊斯兰国武装控制的城镇,正将这里的伊斯兰国武装逼向伊拉克边境地区。 目前,位于旭东部的叙利亚民主军,并没有太大军事压力,在美国和法国的支援下,对付其控制区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也较为顺利。 叙利亚民主军的主力库尔德武装,正与叙利亚政府谈判,在暴障足够自治权利的同时,将与叙利亚政府分享部分石油收入,并允许叙政府军,从其控制区征兵的。 不过,叙利亚政府正打算修复右巴拉底河上的多座桥梁,一旦将其修复,如果愿意的话,这里指的是德拉战役结束后,旭军主力可以迅速进入叙利亚民主军控制区。 以目前的局势看,在德拉战役结束后,叙利亚政府军,无疑将控制最大的占领区。 东部的库尔德武装将拥有自己的自治区,控制叙利亚95%的石油产量和超过8%的粮食产量。 去北部则在土耳其控制下,埃尔多安在连任总统后,很快宣称土耳其军队将继续解放叙利亚领土,重申阿萨德是恐怖分子。叙利亚未来很可能会三足领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